我們不在 黃國昌委員請 市長先留步吧 謝謝主席喔 有一些事情好像過去了 但是我非常的在意 所以我會持續追下去 不管台灣社會 事實已經遺忘了 寸負劣雷劍的弊案 造成了整體納稅人上百億的損失 我在院會總質詢的時候 拉青的院長承諾我 說要依法求償 求償到今天 根本沒有進行 然後呢 上一次財政部給我的理由是 你們會請各國銀行回去評估 到底要不要求償 法律意見書 我收回來了 然後除了 有三家 中小氣營 土地銀行跟農業金庫 所出去的法律意見書 是不自可否 還要進一步評估以外 其他的結論 全部都是不得求償 先請教一下財政部 這樣子的立場 作為公股管理機構財政部接受嗎 跟委員報告 其實這個我們是尊重這個法律的專業 那這一部 尊重法律的專業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對於他們所評估出來的結果 公股行庫包括你們派到各個銀行的董事 都接受這樣子的結論 尊重法律專業 是嗎 因為這次評估不是只有一家 但是很多家在評估 而且他的結論就是很非常的接近 那如果是內部 他如果是根據內部的相關規範 去做這樣的貸款 沒有違反內部的相關規範的話 原則上是 或許啦 我的法學知識比較淺薄 這些法律意見書 我看完了以後 我自己的判斷 是我跟這些大律師們 有非常不一樣的看法 那當然財政部有財政部的看法 所以我才問說 這樣子的結論你們接受嗎 但是我進一步去看 我才賀蘭發現什麼 我來賀蘭發現說 裡面有很多銀行 他們圍請的律師事務所 是他們自己本來的法律顧問 那這一些高階的董事 總經理 找自己本來慶的 銀行 的事務所 然後來去評估 要不要向這些董事跟高階經理人求償 這個沒有利害關係的衝突嗎 這樣子的評估算獨立專業嗎 這件事情財政部的立場是什麼 基本上我們是 雖然是他的 他的委任的律師 他的法律顧問 但是他在執行業務的時候 我想在律師的執行的專業上 我想跟你先溝通一個觀念 實際上有沒有偏見 是另外一回事 有沒有潛在的利益衝突 則是另外一回事 我想這個是任何我們在處理相關事務的時候 基本101的第一課 我不會說這些律師是充滿了偏見 出去這個法律一件書 但是這樣子的基本的利害關係衝突 難道可以不用考慮嗎 這是我的問題 因為今天你是公股管理的機關 這些董事都是你們派出去的 對於你們派出去的董事 去接受這樣子的結論 我個人充滿了高度的困惑 不僅僅是就銀行的損失 本來就應該要可以求償 就儘管會去處罰銀行的罰還 之前雖然我跟雇主委有不一樣的法律見解 經過釐清以後 雇主委也同意我的看法 在銀行法裡面本來就可以跟他們求償 但是現在出去這樣子的結果 我完全沒有辦法接受啊 是不是可以請你們回去 再重新的評估 再重新的考慮 或者是最起碼 你可以告訴大家說 你們經過這樣子 認為沒有利害關係的衝突 他們出去這樣子的法律意見 本公股行庫的董事完全接受 財政部可以做這樣子的承諾嗎 我們回去會把這個 違的意見 根據違的意見 我們會請 第二個部分 我想請教一下金管會的主委 顧主委您之前也是律師 您認為這有沒有利害關係的衝突 我想 第一個 我們還是要尊重銀行 在這個民事求償上面的一個 尊重律師的專業 那如果委員認為說 原來的法律顧問出去的意見 還不完全到位的話 如果他們要尋求這個 第二個律師的意見 我想他們也可以去 但是我剛剛問題的軸心 是因為您之前當過律師 現在也是金管會的主委 我相信您對於利害關係衝突的奮起 應該有比一般的行政官員有更深一層的體認 當這些銀行的董事高層高層高届經理人 他們去委託律師評估 要不要向他們這些高届的董事經理人求償的時候 竟然是他們本來決定要去聘請的律師事務所 這樣子的安排沒有利害關係的衝突嗎 原來的一個法律顧問他還是屬於外部律師啊 他不是內部的律師啊 沒有錯 我完全了解 所以他外部律師 除非這個外部律師 作為法律顧問之前對 這個譬如說慶福案之前有表示過意見 那也許有個案上面有一些 有一些觀點上面的一些 一些可能寄存的一些觀點 那如果說這個法律顧問本身 對這個慶福案本身他之前沒有處理過 他作為他們外部的律師 因此他還是可以出具意見 這沒有問題的啊 我想齁 就這個部分 顧主委你表達你的法律意見 我只能夠說我尊重 我只能夠說我跟你抱持的看法 可能不太一樣 你會有機會我們進一步 就律師倫理規範 到底在這個脈絡裡面 要怎麼樣來加以操作 再交換意見